表现比较好一点的个别股份 你见到资源股普遍都见光死了 但新能源车和清洁能源相关的股份 股价是OK的 升得起就见到有一只卖家电的创围 和高档消费的欧书丹 两只其实的季积都有两点 这只我们就找来Stanley一起谈创围 下午回来越升越有 到这一刻都仍在挑战着日内高位 升幅其实已经扩大到两成八有多了 上到三元楼上 讲一下大数先 创围头九个月营业额358亿多人 七成来自大陆市场 按年升大概三成三 纯利就7亿6千多万人 按年就升四成 业绩的两点就落在光伏业务上 都要和大家讲一下 创围的业务分布现在是怎样做的呢 主要最重的佔比都仍在多媒体业务上 里面就包了一些我们一向都认识的 就是电视产品销售的业务 不过随着科技升级 现在这些电视的产品 都变成一个智能电视系统 另外还有可以用在电视相关的 学开系统 是一个互联网增值服务 最特别就是刚才提到的光伏业务 如果拆开整个多媒体业务 就占总收入六成 头九个月就增长了三成六 市场就看到的两点 似乎就放在光伏业务上 因为头九个月 就21亿9千万人的收入 按年增幅是有272倍的 但其实这个光伏业务 在中期就已经是见光了 大家都知道有这件事 是不是真的因为第三季的收入 就这样看升幅就真的升得很夸张 是不是为市场带来了一些惊喜呢 都有些惊喜在里面 我自己觉得 加上近期来说 碳中和概念 一些减碳排放这些概念 其实都非常当道 所以大家看到原来这个创围 是有这个光伏业务的 亦都兼且它的增长很强劲 中期 就像阿SAM提到 刚刚这个烦业务才曝光 当时是8亿左右 第一季的季绩 其实都没有见到任何的披露 去到第三季 就是三个月之后 其实整个收入 也都在说22亿港元 这么夸张的 三个月有十几亿生意做了 变成全年来说 可能超过30亿 也不是一个意外的事 所以这一番的业务 其实就变成了 增长也好 或者规模也好 短短一年之间 就看到一个很大的发展 这个我相信 都是令到市场有一个 意外或者惊喜 甚至是少少低估了 这一番业务的情况 所以看到今天来说 就是早段 可能上市的时候 大家都不太在意 但是之后 可能大家看得再深入一点 整份的季绩之后 就看到买盘相当强劲 还有可能牵涉了不少的北衰 出来买它 都一点都不奇怪 所以这一番光伏这一方面的业务 其实都有它的亮点和惊喜 在湾上 那么有点 好 在湾上 衣衣 细地